哈喽,这里是极头拍档,我是你们的大饼 那这一期的王牌小乐手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2021和2022年 中国好鼓手全国总亚军 季军马正明小朋友 让我们开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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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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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定要多给他听一些 就是说不同风格的这种音乐 那么还有呢就是多看 就是国内比较优秀的鼓手 那么到后面呢就是 比如说一些强弱的对比啊 包括音乐的契合度啊 包括一些切口的加化 还有自己你要solo的话 这些其实也是需要孩子 自己去独立思考 第一次阶段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 希望孩子多出去比赛 多出去走一走 因为其实你在上海比赛 你很多比赛 其实它也有局限性 那如果说一旦有机会 能够到外地 或者说是这个外省市 去参加一些这种 全国性的赛事 或者地方性的赛事 也去就是说 多积累一些经验 那其实你去比赛 比个赛其实也就一天的时间 那其他的时间 其实你也可以带孩子玩 那其实这东西 它是一个两不误的 那么第五个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 是坚持自己的一个本性 不管是任何的比赛也好 或者说是演出也好 它其实就是展示自己 或者是交流 互相交流的一个平台 舞台 那么通过这个平台 其实就是把自己平时 练到的一些内容 去展示给 就是大家看 对不对 我也不是说为了要 名次而去比赛 因为小马也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那其实到后面 我对他来说 我对他的一个要求 我说名次什么的都不重要 我说你只要你上台表演的 能够超过你平时练习的 能够展示出你最好的状态 我觉得只要超过自己 加强就是对自己 这个打积月的一个热爱 那么我觉得这才是最终的目的